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高位結算,皆大歡喜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恆子升了93點,收報28,319點 成交和上星期五差不多,有767億 港股上星期五和今天,成交都不算很多 不過,一路一路矮子上樓梯,逐步上升 今天恆子升到上升通道頂 今天是期指結算日,以高位來結算 是今個月最高位那一天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一路一路慢慢上升 這陣子一直上升 今天最高見過28,418點 今日期指結算日,全月最高位見過 明天只有半日市 也是2019年最後一個佳日 也是港股整個結算日 估計可能都有機會落在高位結算 不過,在佳大歡喜之餘的時候 我都要跟大家說一聲 中線我是繼續看好的 有個戰績所指,恆子是可以看到3萬區 最樂觀的情況,是可以在2020年升到3萬6千點 不過短線,大家看到了,升到上升通道頂 這個上升通道滑了很久 去到通道頂,如果出現一些調整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大家看到,去到通道頂 會不會一下子突穿出去 那就要有幾樣東西配合 就是外圍和內地因素配合才行 外圍和內地因素配不配合 我們就逐個市場這樣看 第一,我們看外圍 看這個道指 道指,你看得到 它都在上升通道裏面 一直不斷上升 不過近來那條短期上升軌 就已經屢屢地碰住 即不是拋上去的 其實連升多日 納指上星期五 終於連升11日之後 有點斷了,不是跌得多 仍然守住9千點大關的納指 但是連升多日之後 在高位會不會增持 有些回吐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萬一它回吐 不是說市場會跌 轉了小 而是它有機會回吐 它一天不塞這個上升通道底 其實都是一個升軌 都是一路都上升 不過短期升得太多 是不是升了很多日 不排除有些震動 大家要留意這個 所以外圍因素要小心 外圍不單止是美股 你要看亞太區故事 因為跟香港關係密切一點 看日經 今天日經 以全日最低位收的 跌0.76% 收報23656% 它是率先開始回補 12月12日和13日之間的上升 12月12日和13日之間的上升 很重要的 這個上升裂口 是所有 或者是大部分主要市場 都出現這個上升裂口 原因在於什麼呢 就是聯儲局議息 告訴大家之後 一年不會加息 未來一年 2020年底 加息機會都很低 還有其實暗地裡量寬 這個是支持很多市場衝上去的 一個重要原因來的 日股當日都是這樣衝上去 港股 你看回恆子 就是這個上升裂口 這個十字 這個箭咀 這個上升裂口 看到嗎 這個上升裂口 就是27500之下 這個上升裂口 就是了 這個裂口 很重要的 本身日股現在開始 開始有少少回補 大家要注意 亞太區 特別是東北 其他市場又如何 韓國股市 今天是一個 身懷六甲 衝上去 又下來 跌跌 這是一支小陰竹 它沒有什麼方向 短線代變 衝衝上來 短線代變 不是一起苛城 有沒有機會回補一下 或者是回試一下 不要說回補回試一下 這個上升裂口 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可能有些震盪 台灣是比較強的 但是台灣其實都是短線 這個不是身懷六甲 只是烏魂蓋頂 短線 我說短線 它也是未回補這個裂口 不過短線有少少 都是說 有可能都要整顧一下 事實上它其實 打橫行很多天 打橫行很多天 萬義區 打橫行很多天 東北亞地區 似乎有些 以此回吐 事實上今天 亞太區大部份市場都是下跌的 你看到的台灣股市跌0.35% 韓國股市跌0.35% 日股下跌多些 差不多跌0.8% 印度股市現在都下跌0.2% 又是有少少像 短線烏魂蓋頂格格 升上來之後 有些似乎要整顧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外圍 對港股進一步上升 突破這個上升通道頂 就不是太大幫助了 那內地股市又如何 因為除了看外圍 還有內地股市很重要的 是吧 支撐住港股 那今天港股之所以 沒有跟隨亞太區 跌或者回調 而是繼續有少少的升勢 都主要就是要多謝內地股市 上證指數今天升1.2% 收報3040 就很接近這個頭肩底項線 即是去年 所謂今年 2019年7月初的時候所見的30400 差8點而已 項線是30400 那內地有什麼因素支持 A股突然衝上去 上個星期五又一般 今天又好 又好像想試這個頭肩底項線 最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人民銀行公佈了貸款利率 是可以浮動 以後就會盯著LPR這個利率 LPR其實最近都是跌幾點 跌幾點 盯著這個利率 不僅是樓按會盯著LPR 是其實其他貸款 例如車貸 汽車貸款 都有機會跟著這個利率 一路下跌 這個利率一個月公佈一次 所以有少少變相放水的跡象 所以刺激到氣股 第二件事 就是非常有利內地證券股的 就是說那個證券法出台 所以很多內地證券股就炒了上去 證券法出台 也對股市都有利 都有刺激 所以就升了上來 不過這樣 還是差一點點 希望它能夠突破到項線3048 如果它突破到的 我相信有利廣估 就是恆生指數 就是升穿上升通道頂 相反 如果外圍有少少似要回吐的話 而內地股市又未能夠上破 或者站穩在頭肩底頸線之上的話 短線都會有阻礙廣估 所以可能借勢會有些調整 所以你看完一輪之後 總結就是 中線 我仍然看起來很廣固 覺得未升完 有機會去到3萬區 最樂觀的 就是明年可以去到3萬6 但是短線就已經去到上升通道頂了 後市是否能夠再上呢 都是要再看外圍和內地人數 而外圍方面是有少少 剛才看過很多市場是這樣的 現在寄望就是 內地股市是否可以上破上升通道 那個頭肩底頸線 如果能夠的話 就有利廣估 這個上升通道的延續 它繼續上下去 否則的話 可能會借勢有些調整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請powered 請評論 請禮諾 請記錄 請派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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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